在韩国有这样一种流动的餐车 他们会根据预定的菜单现场制作菜品 今天他们要为80人做10道菜 而做饭的人只有老板娘和她的老公 老崔 冷菜只需要把准备好的酱料倒进去拌一拌就可以了 但是热菜还是需要现场制作的 倒进锅里的食材是用韩式辣椒酱腌制过的鸡肉 这道菜叫辣炖鸡块 很快到了午饭时间 摄影棚内的工作人员潮水般涌向餐车 在下过雨的春天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应该是对疲惫的身体最温暖的拷牢 老板娘说目前为止有60个人吃上了饭 还有20个人没有出来 但是主菜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凭借多年的经验老崔觉得肯定不够吃了 于是他加了一道菜 这道菜叫辣炒猪肉 大家吃完饭后会把餐具整齐的码在一起 每次看到食物被吃光 两口子会感到无比欣慰 这里是老崔的餐车料理室 家老崔夫妻一共有8个人 他们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清洗前一天的餐盘 还有之前现场用过的厨具 盘子少了有500个 多的时候会有1000个 盘子会用水清洗一遍 然后放入洗碗机再清洗 最后还要进行消毒 8个人不停地干也要干6个小时 盘子洗完后老崔又忙着备菜 明天要用到200斤的鸡肉 解冻这些肉就需要3个小时 这样半动半画的肉好切 但是架不住量多 切完依然会胳膊疼脖子酸 黄色菜板切肉白色菜板切菜 今天要准备的东西很多 调好酱料就要腌肉 这是用来做腊炒猪肉的肉片 重达200斤 刚好是1000人份的量 冻肉会在解冻时支撑大量细菌 所以要尽快腌制放进冰箱 而这个环节 两个成年男性做起来也并不轻松 第二天凌晨4点 老崔两口子来到了蔬菜批发市场 韩国批发市场的蔬菜大多是用纸箱包装的 这样能更好的保护蔬菜 按照提前制定好的菜单 他们购买了三天的蔬菜 回到料理室后 大家紧锣密鼓的忙了起来 明天他们将要给拍摄综艺节目的剧主 提供两天的伙食 大部分的食材要在料理室完成加工 然后到了现场再加工部分热菜 老崔正准备明天要带的东西 因为是在户外做饭就餐 雨棚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雨棚一个就重达80斤 老崔累得气喘吁吁 要带的东西很多 所以要有效利用空间 一旦摆不好 后面的东西就放不进去了 这次是两天一夜的订单 给90人准备4顿饭 还要不同样的制作40道菜 不仅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很多突发情况 这样的单子 老崔会带着旗子亲自去 驾车两个多小时 他们来到了乡下 下了车老崔就开始忙活起来 这个长达6米的雨棚 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展开 这时天上下起了小雨 还好老崔及时打开了雨棚 不然所有菜都要变成汤了 虽然在下雨 但是拍摄工作还在艰难的进行 到了午饭时间 也没有人过来吃饭 老崔说其实在拍摄现场 不能按时吃饭 再平常不过了 等一两个小时很正常 最长的一次 他们等过4个小时 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半了 没过多久 工作人员陆续来到了餐车旁 满脚都是烂泥 估计很辛苦 今天他们肯定会比平常多吃一些 遇到这种情况 老崔要多做出一些菜 为了确保食物充足 首先要确认就餐人数 老崔的妻子数了一下盘子 才60多个 还有30多人没有吃上饭 等工作人员吃完后 饭菜就剩了一点点 两口子只能吃这些了 餐饮人就是这样 永远没有按时吃饭的时候 简单吃过午饭后 老崔的妻子开始忙着做晚饭了 像今天这样 开饭时间晚的话 两餐之间一点的休息时间都没有 韩国的很多饭店 都会回收客人吃上的泡菜 但是老崔两口子不会这样做 他们觉得做人做事 还是要有底线的 老崔的妻子在做泡菜饼 老崔则在一边淘米做饭 冰冷的地下水 刺骨的凉 春天如此 冬天更是煎熬 转眼到了晚上7点 劳作了半天 终于可以吃上热腾腾的食物 他们吃的都很干净 因为环境恶劣 每一顿饭都显得迷足珍贵 而对于老崔两口子来说 空盘子是对他们的劳动 最大的认可 临近11点 他们终于结束了今天的工作 第二天6点 两口子早早出现在了餐车前 可天功不作美 昨天下雨 今天刮风 虽然经历过很多风雨 但是老崔觉得 今天的风不同寻常 他找来了绳子 把装油水的水桶挂在雨棚上 然后又将雨棚拴在货车上 但是因为风太大 四周又空旷 老崔两口子完全束手无策 此时风越来越强劲 最后为了安全 不得不把雨棚收起来 简单收拾后 老崔的妻子祈求不要下雨 然后回到车上做饭去了 今天的菜是辣炒年糕 炸薯饼 还有雪肠等等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 明明是炖年糕 韩国人为什么要说成炒年糕呢 这个有点迷 过了一会儿 陆续有工作人员来吃饭了 两口子顶着强风 从六点忙活到下午一点 他们会把盘子装好 然后带回去洗 多灾多难的两天一夜 终于接近尾声 小河说 运营餐车虽然很辛苦 不确定的因素也很多 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职业 运营餐车十年来 见过很多人 也去了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可以挣到钱 他非常知足 经历的人 走过的路都会成为你的风景 而磨难将成为你生命中 永远风营的泉 好了 今天的故事结束了 感谢你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